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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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女嘉宾有没有接过礼物 两人最后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十名认证 高达80%匹配度 总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真 请不吝点赞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相亲特派员嘉迪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寄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 到底药材 经过670亿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 福寿长 关爱爸妈 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男嘉宾 之前来过咱们的节目 但是在这两年当中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天又再次来到了凡人游戏节目当中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新的 择偶要求 男嘉宾的条件也还不错 今年29岁 然后是一名房产的销售 月收入也在1万元左右 这条件听起来似乎是不错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呢 别着急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个女生 相处了大半年 但是感觉平时的消费观念也不一样 对方喜欢买一些花儿不思的东西 也喜欢打开网红点 但是我自己的话还是喜欢踏踏实实的生活 买无有所知的东西 所以说后来大家就和平分手了 找另一半的要求其实也不适合多 最主要的是性格要好 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话题 对父母要孝顺 外貌方面的话 其实我倒不是在意 因为不喜欢一毛取人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三观能够合适吧 上一次来节目好像都是两年前的事 还是有点旧了 那这么长的时间 你都没想着再找一个 或者说没找着 朋友有介绍 但是始终可能差点火候 缘分味道 那你这个走偶要求的话 现在的话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做事还是要以结婚为目的 肯定要找一个那种 有正经工作 就是说能够踏实的女生 踏实的正经工作 什么叫做正经工作 还有不正经的工作 不是那个意思 至少说不能想到野场 那种或者说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种意思 比较稳定的 但是你要说现在有很多的职业 实际上都是这几年新兴起来的 例如说像什么主播 什么cosplay 各种新兴的 这种能接受吗 这也是一种职业 这种也可以 也可以 对的 那对于什么外形身高 长相有没有什么要求 这个倒霉的太多要求 我不是外貌协会 你不是外貌协会 不是 那要是找个比如说1米8女生在你旁边 你也能接受 也反正有一个范围 太高了 也有压力啥这种 你多高 我都170左右 170 那你找一个多少范围之内的 要在1米5八以上的吧 1米5八以上 上限1米7 也高一点也高一点也行 对吧 行 性格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要求 你刚才说要踏实的 这是一点吗 还有呢 性格的话还是希望稍微温柔点嘛 都说重新那边拉美子多 哎呀 我这个人呢 不能太刺激了 你不能太刺激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看起来非常的朴实无华 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 也是很普通的 怎么要孝顺呢 要有共同话题呀 而且他特别强调了 我不在乎外表 我不是一个浅薄的人 我是不在乎一个人的容貌美丑的 但是我们一问他 你对女生有什么要求 第一句话就是 身高要158以上 这叫不在乎外表吗 我真的好担心 这些口是心非的嘉宾 待会一见到女嘉宾 说不定又要嫌人家 高了矮了 胖了瘦了的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 是否是男嘉宾 想要的那种类型 大家好 我叫杨通念 你们可以叫我念念 今年25岁 身高1米6 目前工作为主播 月工资4000到5000 本期叫我女嘉宾 杨通念 25岁 身高1米6 零龙 职业主播 月收入4000到5000元 婚姻状况 未婚 我之前有一段感情经历 我们在一起有四五年 因为跟他在一起久了之后 感觉和他前女友 就谈不清 手机里面还有他前女友的照片 然后他跟他前女友住的还蛮近的 有一次喝了酒 因为他前女友的照片 我们俩发生了争执 再一个就是喝了酒之后还会打人 然后打我的话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然后再一个有一次是因为在他朋友的面前还跟我动了手 后面感觉他这个人品行不怎么样就跟他分了手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年龄30岁以下 然后工作的话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工资最起码也要到6000以上 然后身高的话1米6以上吧 最起码在重庆也有一套房子 然后脾气要好一点的 不要太暴躁 女嘉宾的照片要求 一 年龄30以下 身高1米6以上 二 工作稳定 月薪6000以上 三 在重庆有住房 脾气好 听编导说你的职业是主播 主要是这个直播哪个方向 就是K歌这方面的 K歌 那来两句 我记不住歌词 没事 你哼哼一下也行 我唱歌不好听 我唱歌不好听 那你还做唱歌的主播 有分开 之前好像也是有过情感经历 怎么就分开了呢 最后面看到他跟他前女友 还有联系 再加上他手机里面呢 又还有留着的他前女友的相片 你当时你是什么反应 当时年龄小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都不懂嘛 然后你就觉得 哎呀好像跟前女友联系也是正常的 刚开始那个照片了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我以为是网图 因为他他跟他兄弟说就是说那个是他前女友 有时候呢他基本上都说前女友怎么怎么样好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点 你不生气啊 生气有什么办法打不够他呀 那你经历了这么一个事情之后 你现在对就未来男朋友的脾气应该是很有要求的 反正第一最起码不要打女人吧 这个也太齐嘛 有没有一些进阶的要求 温柔一点啊 然后再一个对父母要孝敬 就没了 好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哎呀我真的有一点为他捏一把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嘉宾当中比较少的 就肉乎乎的那种类型 但是呢胖得很匀秤 你看他穿的那个裙子是紧身的 但是明显感觉得到 他是那种身形是很不错的 那种类型的女孩子 那么我们的男嘉宾会不会觉得他有一点过于肉肉呢 这个还很难讲 要等他们见面之后才知道 但是我姑娘的这个择偶要求 跟我们男嘉宾的条件的话 是条条都符合的 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二位见面的场景 现在在我们面前你看呢 那远处有两位男生 其中有一位是今天的男嘉宾 你猜一下哪位是 应该是 左边这位吧 左边这位 有什么依据 因为他看起来比右边那位稍微壮一点点 要壮一点 对 你喜欢这种壮一点的 但是右边那个太瘦了 如肉不禁风的 但看起来还没有我 还没有我壮 看起来太瘦了 可能抱不动我 这样的话 你是觉得这种壮一点男生 可能男有力会强一点 对 会比较适合你 对 两位男士请转身 他们两位其中之一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女嘉宾准备给你们一个考验 这个考验是什么 谁做服务村 谁做的酒 谁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男嘉宾 现在真正的男嘉宾 可能压力有点大 也万一足不过 那个板呢 接不接受 没问题 这位呢 没问题啊 来吧 握倒 女嘉宾来发口令吧 怎么了 你放弃了 我还笑惨 女嘉宾 两位 现在这个身体条件 一目了 那现在你能确定 男嘉宾是谁了吗 我觉得 右边这位吧 因为右边这位挺卖腻的 然后做的也还蛮久的 来 两位都到我身边来吧 那也就是说你认定了 这位穿西装的小哥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来 男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张杰 来自重庆 我身高1米68 怎么了 你还真以为 自己是来相亲的 还是怎么样 这样我都看不下去了 旁边这一位 才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好不好 你自己怎么不说话呢 没有 给女嘉宾一个惊喜 你这不是给他惊喜了 你是给人惊吓好不好 来 旁边这位 你重新介绍 介绍自己的身份 我是男嘉宾的朋友 然后他其实男嘉宾这个人吧 他平常工作还是挺努力的 他有自己的住房 然后包括 还有就是他自身这方面 自己在事业方面也是非常卖力的 我不知道女嘉宾对男嘉宾是什么看法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多对他一点了解 多对他一点支持就行了 他这工地活 你这一上来就是直接亮底牌 说王这哥们有什么有什么 你自己都没说话 人家的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见到我们女嘉宾 我感觉你一直都蹦过去蹦过来 你是怎么你是紧张还是高兴 没有 刚才很久没做博士了 现在是 所以说哎呀 小猴子身体撇呀 第一次看到女嘉宾呢 感觉还是不错 就是她是那种长得比较乖巧嘛 长发飘飘的感觉 性格呀 反正说话也是比较温柔腼腆那种 那女嘉宾 对男嘉宾刚才的表现做个评价 因为刚才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 就是说谁做的多嘛 谁是今天的男嘉宾嘛 但是他兄弟做到最后 但他没做到最后 你最起码 你也要表现一下是吧 坚持也要坚持到最后 他想表现我跟你说 他能力不允许 他自己也想做很多的 是吧 没有 我隐藏了四年 第一次球是没有发挥好 因为突然在陌生的面前做复卧撑嘛 还是有点点放不开 可能稍微紧张了点 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 你的男友力 展现在什么地方 不然我跟你说你展示不出来 他马上跟你兄弟走吧 这个哪个展示 这嘛 复卧撑 来了三十个能坚持下来 他今天就跟你相亲 坚持不到三十个 你就跟他兄弟走 好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啊 我衣服脱了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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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要亮大招了啊 你说这一来玩的还挺大啊 不知道男嘉宾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一项挑战呢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清选67味道地药权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补养生服寿肠 关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天气冷了 喝杯好酒暖暖身 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款由冬虫下草 人参单身等21味名贵药材精尿而成的好酒 虫草双身酒 这款虫草双身酒能补肾虚补体虚 非常适合中老年和亚健康的朋友 也是孝敬长辈秋冬滋补的补二选择 现在万和药房和虫草双身酒正携手开展关爱佳人养生滋补界的活动 到万和药房购买虫草双身酒就可以享受第二件半价的优惠 力减247.5元 活动火爆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哟 孝敬爸妈 关爱佳人买虫草双身酒 虫草双身酒让爱更长久 来 准备 3 2 1 2 3 4 5 6 你要去玩节目吗 18 19 男嘉宾标准点 怕是 最后几个了 23 24 25 30 好 来来来 起来去 你看这 你一下就变了个人种嘛 你这一一下就变成红种人了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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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穿上 把衣服 就是后面做了30个嘛 还是蛮快的 感觉它挺有 蛮有力的 女嘉宾这下满意了不 挺满意的 还是满意了啊 你刚才能够那个样子吗 没有 主要是先让我兄弟来打个头战 什么叫让兄弟打个头战 我觉得你们这些话真莫名其妙 哪有相亲让自己兄弟来打头战呢 万一就跟着走了怎么办 一会我跟你说 在相亲过程当中 肯定是不能这样的啊 好在人家女嘉宾对你现在还比较满意 第一一下还行啊 至少男友力这一关是过了 那剩下的呢 就要交给你们自己了 今天的相亲 男嘉宾有没有什么安排 安排的话 反正就是先让大家了解嘛 然后去周围刷一会儿嘛 刷一会儿啊 那行 那跟着男嘉宾去刷一会儿 哎呀 要得不好去刷一会儿 哎 那你带着女嘉宾走吧 兄弟你跟我走 你别去我这 我生怕你这 到时候又把人家给抢走了 那你们俩去吧 你们俩去 嗯 好 你是专门主播的时候吗 还是兼职主播啊 嗯 刚开始是做主播的话 是住了四个月吧 然后之前是在北京那边学美容 你呢 那还是有点丰富 我是住销售 都是房产销售嘛 销售的话应该工资很高啊 销售都是跟大部分一样的 都是低薪家提成 如果住得多就提得多 因为之前我姐姐她也是在重庆这边做销售 然后后面又被调到北京那边去做销售了 你们老家不是在重庆那边的 不是 我是贵州的 哦 贵州的 贵州的重庆还近是 现在好像是通了高铁吧 对 来回的话坐高铁要三个小时吧 然后自己开车回去的话也要六个小时 那你以后准备是在那边进去 还是要回你们贵州啊 成的话我希望自己在这边有房子吧 有个稳定的收入啊 这些的 然后时不时的可以回一下老家 如果是说按照我父母的要求的话 可能是说因为重庆离贵州的话要远一点 就想要在贵州那边买趟房子的 哦 那我个人的话就重庆也好贵州也好 反正也没有多远吧 就来回坐个车嘛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嘛 对的 因为像现在高铁啊火车都通了的话 还是说自己开车嘛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 对 那你现在也是还继续在做那个珠博嘛 对 哦 他做珠博的话 比如说买东西化妆那些也比较频繁啊 买东西的话就是 有时候看到喜欢的 然后就喜欢买 然后看 有时候看新奇的吧 那平时都是化妆品那些消费花费多不多 那肯定也是要买的呀 嗯 做主播的话你化妆品啊这些都需要 像口红啊女孩子都喜欢新的嘛 那你平时花费都是说每个月收入的话 买衣服包包上 赞的比例多不多 还可以 哦 那平时的话有没有存点钱的习惯 万一遇到他的事情要急用的话那种 基本上都花了吧 因为消费比较高嘛 如果平时有点急用的话 怎么办呢 急用的话到时候想办法办 哦 反正我自己平时的话 还是喜欢有计划的来用钱那些 比如说今天出去逛超市买啥子东西 我都会提前列好一个清单 根据那个清单那去买 有计划的购买 你觉得这种方式好不好啊 但是像如果是说你清单上有没有我喜欢的 但后面去逛商场的话 我看到喜欢的 但我也要买啊 不可能不买啊 这个的话就看当时局的情况吧 我觉得在一个合理的预算范围内 应该还是买 我基本上也没什么计划吧 反正就看 看到喜欢的就买吧 哦 两个人聊天之后嘛 嗯 对他的工作啊那些都还蛮还是蛮满意的 就是在消费观上面 他还是蛮有计划的 但我呢就属于那种月光族的 但我就不知道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嗯 有没有这种矛盾产生 刚才刘嘉宾提到他说他平时买东西都是看心情买 有一份花一份可能有点打手打脚那种样子 对于他这种消费习惯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原本男女嘉宾见面之后彼此的印象都很好 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矛盾点 那就是消费观的问题 男嘉宾的前一段恋情的终结也是因为这个消费观不合 那么到了女嘉宾这里呢 男嘉宾也觉得你看看你啊 一点积蓄都没有四五千块钱你要花光光 而且呢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都要买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因为我是一个量入为初的人 而且我还要写清单 哎呀这个听起来真的很焦虑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这个观点我不是完全认同 为什么呢 如果女嘉宾的收入是上万元 而且这个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了 你说一分钱的积蓄都没有 那真的是很不妥 可是女嘉宾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钱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消费的水平是怎样的 一个女孩子在重庆除了租房的钱 吃点好吃的 买点好玩好看的就差不多了 你要他怎么省呢 我觉得这个要求其实是有一点过分的 那么男嘉宾跟女嘉宾现在在这个消费观的问题上 是出现了分歧 而且是男嘉宾的痛点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牵手的结果呢 刚才听你在旁边采访的时候啊 就好像现在只有一点是不满意的 就是关于这个消费的问题 对头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话通过女嘉宾简单的接触嘛 其他的话也好 不管是他说话的性格啊 还有都是他的外面长相来去还是比较满意的 反正那如果说他这个习惯改不了呢 那你就能接受吗 这个可能要一个过程吧 比如说你想出去买东西啊 买衣服啊那些 你不可能每次逛一次都买一大包回来啊 现在那个物价本来都不低嘛 所以说用钱那些还是要有戒指 假如说两个人以后真的在一起了 如果花钱还是跟流水一样 没这个计划安排的话 万一比如说父母要用钱啊 玩来份啊 各种杂七杂八的 你是要考虑以后的 对头 那你一个月你最开始的时候跟我说你月薪是一万块钱 你会花多少钱在这种花销上面 不一定我平常反正多管是买衣服来想 都是看季节吧 我觉得可能换季的时候换了多点 平时的话除非一些正式仓库啊 或者是有些活动要去啊 会稍微新衣服 实际上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不乏有这样的女嘉宾存在啊 就是可以说她叫月光族也好 或者说她这个消费没有节制也好 但实际上啊在她这个年龄段 因为你也过过这个年纪 她总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她可能比较享受这种花钱 或者是怎么样 但这并不是她的本心 她可能以后会慢慢好 而且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啊 你也应该是一个可以慢慢接受的 至少你能拿出这个态度 也有可能女孩是嘴上这么说 然后其他时候呢 她可能表现的还是比较节制的 毕竟钱只有这么多 是吧 她还是得考虑考虑自己的温饱 我觉得要不这样 你一会儿呢就跟这个女嘉宾一块 到楼下逛逛街 就比如说带她逛逛服装店呢 化妆品店呢 你看看她是不是 就是看见喜欢的 就真的要买 如果真的是要买的话 可能就真的如她所说 那如果她还犹豫一下 而且说要不算了吧 那说明她本质还是 就是不是这么一个 爱花销的女孩 啊 幸亏嘛 两个人交流到现在呢 有一些小小的关于消费观上的分歧 男嘉宾觉得女嘉宾可能会有些大手大脚 女嘉宾又觉得男嘉宾可能会有些小气 哎呀 不知道一会儿他们会怎么解决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 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 气须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清选67位 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 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药香浓郁 能治病 滋补养生 服寿长 关爱爸妈 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那接下来的逛街约会 能否让这个问题 得到解决呢 天气冷了 喝杯好酒 暖暖身 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款 由冬虫夏草 人参 单身等 21味名贵药材 精尿而成的好酒 虫草双身酒 这款虫草双身酒 能补肾虚 补体虚 非常适合中老年 和亚健康的朋友 也是孝敬长辈 秋冬滋补的 补二选择 现在 万和药房和 虫草双身酒 正携手开展 关爱家人 养生滋补界的活动 到万和药房 购买虫草双身酒 就可以享受 第二件半价的优惠 力减247.5元 活动火爆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哟 孝敬爸妈 关爱家人 买虫草双身酒 虫草双身酒 让爱更长久 这套还可以 要不要试一下 它是一套的 要不试一下这套吧 可以拿去试一下吗 试着穿出来 它去换衣服的时候 我大概去看了会儿 那个店的衣服情况 那个店的普遍的 那个衣服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有点点偏贵 就像一件普通的大地山 好像都要688的样子 还是好看的嘛 它那个衣服 它那个颜色比较鲜艳 还好啊 你外面可以再配点其他的搭配一下 因为这毛衣很大 然后外面再穿个东西的话 感觉特别胖 如果这件不喜欢 要不要看好其他的款式嘛 再看一下吧 显然对第一套衣服的试穿效果 女嘉宾是不满意的 于是和男嘉宾一起 又挑选了一套衣服试穿 男嘉宾 你好 怎么我们刚认识吗 还你好 女嘉宾换衣服去了 刚才你还看了 她穿了一身衣服 感觉怎么样 穿了一身 我感觉的话 穿起还是好看 她自己觉得穿起不想熟 然后又找了另外一件 而且我看你这个 她进去换的时候 你又在外面一直看这些衣服 最熟练的一个动作 就是拿着标签 你拿着标签就看了价格了吗 有一些看了 有一些看了 怎么样吧感觉 她那个不一样 她有几百的 也有两三千的 两三千的 哪个是两三千 好像是这一件吧 这件就是要两千 九百九十九的 哎呀呀呀 放下放下放下 别给人弄脏了 两千多的 给不起 那女嘉宾出来 她要是要买这件呢 What 这个看吧 我觉得 看如果特别喜欢 也可以嘛 如果一般喜欢的话 就再看吧 你看你动摇 你现在你刚才都是很斩钉截铁的 就是说 哎呀 这不行 这样的生活我接受不了 那现在 哎呀好像也还行 那像刚才这样的衣服 你能够接受的极限价格是多少 嗯 我要看都是处杂货吧 如果平常自己穿可能也都五百亿内吧 五百亿内吧 对的 如果说是比较真实的一些藏货啊 那种可能都是一千多吧 那种 超过两千的我都不考虑了 嗯 差不多吧 我觉得衣服那个东西反正跟多年在于搭配 而不是过于看中价格吧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是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是你的另一半呢 他要买这些衣服呢 嗯 其实那种说完 还没这些人家优质嘛 尤其是女生都喜欢化妆打扮啊 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亮 那其实我也可以理解 嗯 在我理所人籍范围内 我肯定会给她最好的东西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消费层次 我还是希望说量入为初嘛 还是有一个计划性的消费好一点 我明白了 那你先别说话啊 你看女嘉宾探了个头出来 你是不是在那偷听啊 你赶紧出来 出来 去去去 来呀 来来来来 你刚才听到啥了 我看你声个闹得出来 啥也没听到啊 啥也没听到啊 反正憨憨一笑啥也没听见啊 哈哈哈 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呢 男嘉宾 嗯 这个风筝 要给你修身一点好像是 修身一些 女嘉宾自己觉得怎么样 这身衣服 还是不好看的 还好啊 那你觉得什么样风格衣服好看 我觉得还行 就这样 感觉很臃肿 感觉很臃肿 我跟你说这跟衣服没关系 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这跟衣服没关系啊 这个是跟你的搭配有关系 男嘉宾要不这样 你刚才这事是你挑的吗 嗯 他自己挑的 自己挑的啊 这样吧男嘉宾 你也考考他的眼光 你也给他挑一套 怎么样 来看看你的搭配 他的审美 是怎么样的 嗯 好 我去帮你选一套吧 哦 接下来男嘉宾为女嘉宾挑了一套 他觉得还不错的衣服 那试穿的效果如何呢 哦 你咋来出来 你笑叶如花 这是你给挑的 嗯 别动 情挑喜选你 然后呢 你自个儿给评价评价 比刚才来一个好点吧 因为眼色 偏身色一点的可能 身材不错 更享受一点可能 更享受一些 那你就会变着方说人家胖的 也不少 啊 啊 你嘉宾怎么样 你觉得男嘉宾眼光 嗯 上衣还挺好的 但是 下 装的话 不怎么样 这衣服满意啊 啊 衣服还挺满意的 就是下装 这个下裙啊 就不怎么样 男嘉宾这边也满意啊 嗯 还可以 那这样吧 你先把衣服换一下 换过来 好 看来这一套的试穿效果 两人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而试完衣服后 女嘉宾的表现 更是让男嘉宾对她印象的改观 你死了拿 感觉怎么样嘛 衣服 嗯 我跟这两个身体摆着 可以 嗯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就把它买下来嘛 哦 对啊 哈哈 男嘉宾遇到喜欢的衣服 买一件嘛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很那样 我一般买衣服 也没买过那么贵的 然后 我要买的话 我也可以自己买的 我 反正买下来 当作姐妹的嘛 不用了不用了 人死也是缘分嘛 买下来嘛 不用了 太贵了 其实我的消费情况的话 一般都在我的范围之内 平时的话买东西的确是买了很多 但是除了羽绒服和大英这些之外 我都不会买很贵的 都是在五百块钱以下 嗯 其实我的意思都是说如果喜欢的话就买下来 但是女嘉宾他一再推测说不用买下来 还是有点让我除非饮料之外 嗯 让我对她的影响还是有所改观 刚刚逛街的这个环节可以说是打消了男嘉宾的顾虑 为什么呢 本来他心里其实是很忐忑的 你看他跟主持人交流的这个意见哈 就是什么 衣服呢 呃 虽然贵但是如果喜欢的话我也会买呀 啊 意思就是 真的很贵 我还是不想买的 但是看你的态度吧 但女嘉宾的态度呢 非常可爱 啊 这么贵的衣服我自己是不会买的 而且我也不会让你给我买 如果我喜欢我自己会买的 啊 这是好多直男最喜欢的那种女孩子 好 我们自力更生 我们根本就不会第一次见面就收你的礼物 那么男嘉宾呢 嘴上说说哎呦给你买嘛 很慷慨大方 但心里呢 真的是乐开了花 因为我们想听到的就是女生说我不要你给我买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男嘉宾也是搞懂了 第一女嘉宾不是一个虚荣心爆棚的人 第二也是一个量入为初的人 那么矛盾点在这里其实是得到了化解 好 刚才两个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女嘉宾 想跟你说实话 男嘉宾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他的这个小心思在里边的 来给女嘉宾揭揭秘密吧 其实就是说刚才说女嘉宾两个 跟我两个嘛 消费那个习惯那有点不一样 就是就是说想通过买好东西 看好两个人的消费那个习惯有没有的共同点吧 那现在女嘉宾这边已经也逛完了 你这边心里现在怎么想 反正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她也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大手大手 反正对她那种习惯还是很满意 很满意啊 那现在就是说那一百分打九十分去了 九十分可能有点选 因为还不太了解可能八十五分嘛 那还想再了解了解是吧 嗯对的 那你现在给她打多少分 嗯八十吧 还有二十分差哪了 嗯其实我想也是因为两个人刚见面嘛 嗯然后有的地方也不太了解的 然后再有一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男嘉宾 现在问还是你们单独在一起 等一下单独问吧 单独啊 那行 我觉得你们俩聊天啊 应该再多聊一些 那再了解一下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 自己的一些习惯也好 生活的一些追求也好 应该再聊得细致一点 那这样吧 再给你们一段时间 你们聊完之后 咱们再说下面 怎么样 好 那接下来的聊天 两人又会有怎样的问题 去了解对方呢 刚才不是一起去逛街 看了衣服点嘛 嗯 通过就是看衣服这种啊 我感觉你也并不是像刚才说的那种 花钱打手打脚的习惯 我还好吧 我一般都是买东西是买的多 但是我不会买的太贵 一般我都是在我自己的范围之内 你赚多少钱嘛 就用多少嘛 就是说 想你有时候有那种月光族的习惯 假如说就是结婚以后的话 这种能不能有时候改变呢 如果是说结婚了之后 那肯定要改变的呀 因为毕竟那是两个人的事了 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呀 嗯 那你现在工资多少啊 嗯 我们销售都是看低薪家庭层嘛 平均的话都是在一万左右 嗯 那你现在是在租房子 还是自己买的有房子啊 自己有房子 但是至少房子不大 因为现在是一个人住嘛 所以说它是一个宜居室的 所以说面积不是大而已 如果是说两个人住可以 但以后像你爸妈他们过来啊那些 嗯 以后假如说真是结婚一起 然后父母要来住的话 肯定说还是要去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假如说我们结婚 然后还要换更大的房子 如果说全婚的话肯定是还很恼火的 如果说富安啊 收负 以后的月宫 你能不能跟我两个一起承担月宫的那个压力 结了婚的话 它是两个人的财产嘛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还是同意的 嗯 你觉不觉得我胖吗 嗯 这我觉得还好啊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他胖的时候 其实素质重要 主要是身体要健康都行的 嗯 经历那种太瘦了的话 那种像猪肝一样 风一吹都倒了也不好 我觉得你之所以有点胃胖 人事也挺好的 我觉得 那你觉得我该换很败吗 那个看得过人那也好吧 我觉得 如果你相见都换不换也没啥子啊 但我平时很少运动啊 要么有时候反正就在家里面 就之前我就跟你说过我比较宅嘛 嗯 然后我就很少缺乏运动 就一般都在家里面躺着啊坐着啊 这样的 嗯 如果是有点胃胖没得很败 但是如果说 嗯 太太太胖了 这种的话可能也不好 所以今天是说生活习惯不好 而是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嘛 只要有人带动的话 我也会跟着过去运动一下 因为自己也想减肥嘛 嗯 对头到时候可以带你一起运动 嗯 对头 刚才你提到那一点 你说你爸妈他们希望你回 鬼州老家那边 但是如果他们一直不同意的话 你哪个去说服他们的意见呢 以后我们真的是在一起了的话 嗯 但是我还是希望把 我爸我妈他们经常接过来住 毕竟他也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嗯 对头 反正从鬼州接到那边也还是比较方便 看来两人在许多问题上 还是能达成一致的 看着越来越顺利的乡亲 一直在旁边陪伴了新友团 此刻也开启了住宫模式 你觉得门怎么样啊 反正我觉得相处下来 还都是通过聊天那些 整体还是可以 反正他性格也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性格嘛 可以有性格 一想嘛现在那个人呆是不是 而且想像那个女儿子是不是 他那种衣服 他没有说买迷茫买 他说迷茫 他至少在经济条件或者说 是只剩在接近这一方面挺好的 就是刚才跟他买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当做一个见美丽嘛 但是他自己反正死后不干 像现在啊 你也感觉那个女儿也不停了是不是 那一点也更加努力了才是不是 他那个衣服 那男嘉宾会听朋友的建议 买下那件女嘉宾看上的衣服 两个人呢经过了一天的接触啊 刚才也把想问的问题都问了 时间其实也不早了 两个人也应该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在最后选择之前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说的 那我现在说嘛 随便说 对他说的啊 那那那我先不挡着你们 来说吧 首先呢今天特别高兴 能够通过这个节目 永远认识了女嘉宾 通过短暂的接触 感觉你是一个性格开朗女的女生 比较喜欢笑 笑的时候还是很好看 我觉得我们的上官也比较合得来 聊的话题也比较多 希望接下来能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 这就是刚才我给你选那件衣服 你刚才也比较喜欢 我觉得你穿起来也很好看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就当做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见面你 希望你能喜欢 天气冷了 喝杯好酒暖暖身 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款 由冬虫夏草 人参单身等21味名贵药材 精尿而成的好酒 虫草双身酒 这款虫草双身酒 能补肾虚补体虚 非常适合中老年和亚健康的朋友 也是孝敬长辈 秋冬滋补的补二选择 现在万和药房和虫草双身酒 正携手开展 关爱家人养生滋补界的活动 到万和药房购买虫草双身酒 就可以享受第二件半价的优惠 力减247.5元 活动火爆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哟 孝敬爸妈 关爱家人买虫草双身酒 虫草双身酒 让爱更长久 天气冷了 喝杯好酒 暖暖身 跟大家特别推荐一款 由冬虫夏草 人身单身等21味名贵药材 精尿而成的好酒 虫草双身酒 这款虫草双身酒 能补肾虚补体虚 非常适合中老年和亚健康的朋友 也是孝敬长辈 秋冬滋补的补二选择 现在万和药房和虫草双身酒 正携手开展 关爱家人养生滋补界的活动 到万和药房购买虫草双身酒 就可以享受第二件半价的优惠 力减247.5元 活动火爆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哟 孝敬爸妈 关爱家人买虫草双身酒 虫草双身酒 让爱更长久 先别急 先别急 你这最后 来来来 我们站过来 你这最后还是 还是给买了 对头 你看多好一男人 哎呀 那这也就是 你的心意已决 是愿意跟女嘉宾牵手成长 对头 女嘉宾这边 哎我先我先我先别看他啊 我感觉他心中有很多的想法 这样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姿势 你还是把礼物送出来 一会我数三二一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 你就收下这份礼物 如果你不愿意 对他说声谢谢 然后转身离开 就行了 好不好 给你10秒钟的思考时间 两位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恭喜二位 牵手成功 你怎么那么果断呢 我一都还没喊完 那你就接过去了 男嘉宾 因为我看男嘉宾这个手啊 都已经举软了嘛 然后又酸了嘛 我不接也不好是吧 嗯 行你这么一说我才是真酸了 我话筒举一天也没见谁关心关心我 男嘉宾呢心情怎样 心情还是比较激动 我以为他会举一举 结果同意了 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是吧 对他 那你说男嘉宾 今天一天 你说这小手也吹得挺冷的 你这小手吹得挺冷的 要不两个人互相取取暖 把手给牵上 牵一下嘛 那不叫牵手成功嘛 对嘛 恭喜二位牵手成功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两位相亲成功 在今天的相亲过程当中 我觉得女嘉宾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是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单身女性们 好好学习一下的 虽然我们姑娘胖胖的 不算是特别美的美人 但是呢 她说话的方式真的超级赚 特别温柔 特别可爱 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 很做作的撒娇 她就是有一种询问你的语气 你觉得我胖不胖吗 你看 虽然清单上没有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看到了的话 那你要给我买呀 这些语气听起来真的让人很舒服 很受用 有时候想想我们重庆女孩子吃亏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在语气方面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重庆女孩子可能就会问对方 我胖我胖吗 你觉得我胖不胖 听了就觉得你真的很胖啊 而且很凶 但女嘉宾的这种处理方式 就会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所以说话的方式真的是一种艺术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我们女嘉宾的优点 好好说话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 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 气须血亏 请用 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1739 清选67位 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 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药香浓郁 能治病 滋补养生 服寿长 关爱爸妈 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如果想了解更多今天节目嘉宾的个人信息 请扫描屏幕下方到二维码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新一城二楼 凡日游喜线下服务中心报名 她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IT男 装得了电脑 然后组装得了系统 那我也会去拍很多的一些风景照 她是渴望回归家庭的温柔姐姐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居家型的一个女孩子 男嘉宾的歌声营造浪漫的氛围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可面对突发状况 女嘉宾会如何应对 肚子有点痛 两人毫不掩饰对彼此的好感 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我觉得 可又是发生了什么 让双方的评价出现了逆转 可能有一点点小男生吧 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女嘉宾的贴心举动 会改变两人的相亲走向 现在心里多少 121 男嘉宾的头头暴力 能否温暖女嘉宾的内心 凡日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221